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西荣国小校长能够把校地前这一块国有财产籍的土地能够割爱 可爱 让我们去到很漂亮的房子 刚刚我们罗主任在说 哇 这瓷器 去到这些房子都没有它挡到很大厨 可见瓷器的爱心真的是在疼惜土地 但是大家可能还没有了解到实际上做一项工作就是 有一条尊高 摆水就不轻把它毁掉 要先让它留在旁边去 要让这个土地不关系 受到水准的滋润 所以这种无限的内容在这些建议里面 每一项都见证 我西荣国小校都暗时了 这些是有缘的经历 我就偷偷的描运下国 这个基础 进度到三个床床 我来到这几十遍了 有时候才开始起来 但这些师兄姐都在一附近这里 我一个人 可能会被我倒在我 不知道是不是很讨厌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有值得 每一项一床当中不能够 不能够使得太多 所以这种的艰辛 负值得太多 对土地的爱心和人灵的爱 称为大爱 真的是非常临服其实的大爱 在我们这个地方 所以持继的大爱 它有一种穿透力 无形的感染力 有时候会有五岁 我都说 哇 哇塞 持继的心内有够厉害 我自己有时候会讨论自己 说我最有今来的心 大事有时候会被我 过一遍有时候会觉得 那个无数学的工作 这种妙优 我实际上去不了 我是很感恩我们自己的师兄姐 大家这么有包容心 现在房子盖好 让大家带着很安稳 这种百年的纪念 你看到它的基础 弃到这么稳 这么粗 这种是百年的纪念 所以我相信 弃起来是最好的见证 我们这个祖佛 担了几个痛心 这是最好的见灵 我相信这种爱 会无限的传播下去 但是我感觉到它无所不在 来 恭喜大家 感恩 感恩大家 谢谢 让我一条欣赏 救护